三台共舞的肌理越來越高 而且紓拉台風漸漸接近台灣當中 這個單位台風漸漸接近日本 但是他不會影響日本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 首先先看景象 先看看景象 紓拉台風現在早上是17級 現在降到15級所謂法 終於速度已經從220降到200所謂法 現在往的方向是往東邊走 因為這邊的咖啡壓縮過來 他已經到了景點 從一直往南 現在開始往東 下午之後就慢慢轉向東北方向 再來每天過後就慢慢轉向西北方向 往西北方向的時候就要考慮他走南條路線 對台灣有影響 因為高壓的關係壓過來 從這個東亞這邊跟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壓過來 還有轉身宣傳能量 慢慢轉向台灣方向的時候 一到台灣的 收藏賬賣 開始轉向 這個 稀爛一點 所以他可能會走 那個渡村的路線 慢慢滑過台灣 不會登陸 但是那個 苗子的方向 還是朝這個方向 也是有可能登陸的 現在是來到 菲律賓東阿 100公里 所以他整個包容間 都八卦在 整個 菲律賓裡面 所以菲律賓是 風長頂大 非常的 強大的 台風系統 還好他現在是 接近離開 菲律賓 不過 他的包容器 還是總在這裡 現在 15級左右 明天過後就轉到 16級 到 接近到 八字海 有可能17級 甚至到18級 台風力向台灣靠近 上來 這就開始 已經講到台灣了 但是啊 這邊會發現 這個 海上台風警報 進入了台灣附近 應該會有 陸地 台風警報 所以啊 南部劇區 這個台風系統 應該是有台風架的 但是 我們希望 他跟杜蘇月一樣 是一個 無風無雨的台風架 你們沒有這樣希望呢 有希望的 Q1 沒有希望的 Q2 不過啊 我們覺得這個 台風系統 會慢慢經過 這個 台灣的 西南部 未來 會在 湖間附近登陸 另外 這個 單位台風 他漸漸往 日本去 這邊 在東京灣附近 就慢慢轉向 東北方向 所以對日本影響不大 但是 不管 北方附近的 93W 就可能慢慢轉變成一個 11號台風 海葵啦 這個從 預測上面是有機率 登入日本的 所以 這個也有可能在 前進當中 可能這個 蘇拉台風 產生雙台風 慢慢轉向 這個西北方向 甚至 在三四天之後 到五天之間 就會接觸到 日本的海域 所以會這樣很可怕 而且預測上 一個超強的 台風系統 到底 這一個 未來的 11號 這個台風 海灰 會不會變超強的 台風 會不會登入日本呢 還有 豬拉台風 會不會登入台灣呢 請請收看 主持人的影片 在下 請下 我們看主持人的影片 好 掰掰 歡迎點贊 評論觀觀 舞台 還要求欣欣